六四三十二週年 西方國家繼續為六四事件發聲 美國國務院秘書布林肯 在6月3日發表聲明表示 會與中國人民一起維護普世人權 英國駐華大使館的微博 在六四當日發布燭光圖片 不過在20分鐘就遭到刪除 布林肯在聲明中表示 相對於維護抗爭者的尊嚴和開放言論自由 中共以暴力回應 他因此呼籲 不能停止對六四事件透明度的調查 包括對遇難者、失蹤者和被拘留者的全面統計 布林肯還提及香港人民爭取民主和自由 但是今年的支聯會六四燭光紀念活動 遭到警方禁止 布林肯在推特中寫 儘管中共當局想令很多人在六四當日保持沉默 但是香港人仍然進行紀念活動 是令人震撼 六四當日英國駐華大使微博發表燭光圖片 紀念六四事件 沒有任何文字內容的圖片 只是停留了20分鐘就遭到刪除 之後英國駐華使館公司斯科特發表推文證實這張圖片確實存在 隨後BBC記者盧倫斯評論說沒有想到用了那麼久 據法廣報道當時在微博下面有很多留言 但都是好像英國女王是否過時了的問題 六四並沒有出現在評論區 可見相關話題在大陸仍然被嚴格控制 我可以當時是否被嚴格控制 視頻口令你不想要用了 孫樑倫斯評論不足 在大陸仍然被嚴格上